没有一个抢断 看看手转弓的一下很快 两个人一起退守 还是没能够去追得上高诗言 再转移过来 李静宇 这是李静宇的错点 很聪明 高诗言太聪明了这一下 高诗言在吴冯锡头上抢了一个前场篮板 而且球临近出界的时候 他时机和节奏把控得刚刚好 没有解决 篮板球还是在继续漏 而且高诗言他个人持球之后急停来出手 嗯 雷尔斯 篮出来 反弹不好 但是又被断 是 高诗言现在在比赛当中呈现出了一个状态 直接又抢断 是 这次进攻就显得 黄荣奇快打一个 显得太窄了 被断了